您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股王大力光公布去年第四季和全年的营收获利 都改写了历史新高的财报 它一年大赚了7个股本优于市场预期 大力光认为今年客户的订单量还不错 也不排除要扩产 看好1月份2月份的云营收可以优于去年同期 用手机拍照超方便 智慧手机镜头持续升级 让大力光去年业绩很精彩 第四季财报营收已93.02亿元 每股税后盈于25.38元 改写新高记录 去年全年每股税后盈于71.64元 一年大赚7个股本 有机会坐稳台股2013年度每股获利网宝座 我们做了30几年 那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内生的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蛮扎实的技术基础 展望今年随着客户夏季陆续推出新机种 从目前订单预估量来看 不排除扩产 至于实际出货情况 大力光预估一二月营收会下滑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还是成长 由于三月能见度不明朗 要到农历年后才会看得清楚 我再说一次 因为我们自己是component的公司 往往必须要客户单子进来 他给我们的focus 我们有的时候看了都自己觉得怕怕的 在新产品部分 今年将积极布局车用和隐形演进市场 尤其更把中国定位为很重要市场 在客户对规格要求严谨下 今年汇潮千万画素发展